拉起白布条大声抗议 不满七天假遭没收工时却拉长 劳团就要喊到政府给回应 网络发联署要求将国定假日 恢复为19天 13天就有超过6500人打到复义门槛 那无疑就是硬生生砍掉我们14天的工资 痛批政府呈资方帮手 政务委员唐凤出面举行写作会议 内政部理智行政科长回应 劳工每年放假116天 纪念日有历史背景 要全国一体试用 劳动部就业平等师副司长则表示 国定假日劳工又不一定会加班 不能说加班费有变少 所以政府应该站在我们的劳工 人民的出发点来考量事情 而不是站在资方的角度来帮他们解套 赶快做一个比较弹性的方式 不要嫩性规定 因为没有一件衣服 可以全国同胞可以适应 不满的还有高教工会 因为明年起公务员调薪3% 但41万名公司力大专教职员 却没加薪 终点费24年没调整 讲是甚至只月领22K 忽视了广大的编制外的人员待遇 实际上不但没有办法解决现在青年低薪 然后受雇者薪资低的问题 同时他反而是鼓励这些雇主 以后聘雇更多的编制外的人员 因为他们都没有调薪 抗议变第四起 政府的劳工政策不加把劲 恐怕众怒难平 东森财经新闻 刘佩琪刘子腾台北报道